今天是大年初三 高雄市新增15例本土疫情 其中5例是解除隔離前確診 2例是幼兒園案例的隔離者 4例是高雄港碼頭的家族群聚 另外4例是宜蘭某飯店的感染個案 今天是大年初三 高雄市今天有15例 其中有5例是解隔前確診 這個並沒有社區傳播的風險 另外有在兩位是屬於幼兒園的隔離中發病 這個也並沒有社區傳播的風險 有2例 另外的8例裡面 4例是屬於高港的家族的群聚 市長陳其邁也再次強調疫調的重要性 也呼籲民眾確診後 務必配合疫調人員的詢問 避免疫情擴大及受罰 從今天所公佈的這個一家四口的這個個案 其實就是一個這個我知道我們借鏡的一個地方 因為你自己沒有說 醫療人幫你問 你還說有 其實這個對於家庭或者是社區來講 其實都是會有某種程度的這個風險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按照傳染病房治法來做處理 春節期間為防堵疫情擴散 市府2月4日至13日 也在美麗島捷運站及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等地 都有疫苗接種服務 民眾返鄉如有篩檢需求 習近醫院及合作診所也有快篩服務 陳其邁也再次呼籲 還會打第三劑疫苗的民眾 趕緊預約打疫苗 在美麗島捷運站